我国奉行君主立宪制度 尽管王室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管制权利 但是却不容诋毁和侮辱 随着近日接二连山出现了恶意批评王室的言论 政府准备在今年内制定新法以及修正先有法令 不排除会加重惩罚冒犯者 以捍卫王室的威望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刘伟强指出 政府自去年10月就与总检察署针对制定新法 和修正现有法令进行数次会议 针对草拟新法 政府将参考一些英联邦国家的君主立宪制 我们必须要看一看 最后的国家的公民主立宫 在某国家的公民主立宫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我们的公民主立宫 会有一个讨论的讨论 与所有公民主立宫的公民主立宫 部长强调 我国是推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政府必须维护马来统治者免遭污蔑 因此政府将会探讨法律 通过加强刑罚的管道 来惩戒冒犯者 因为现有法律 对冒犯者失疑的惩罚过情 马兴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另一方面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 今天下午也前往柔佛州新山皇宫 觐见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首相是在大约下午3点30分 抵达士乃国际机场 较后乘搭关车进入柔佛皇宫 这也是马哈迪率领希望联盟攻下布城 重新担任首相之后 第一次和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会面 首相新闻秘书早前声明 首相觐见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和马来统治者理事会 即将进行的国家元首领选事务无关 双方的会晤在下午5点半结束 马新社记者在王宫外 拍摄到苏丹陛下亲自驾驶 先赴得一辆1985年蓝色普腾赛家 再送马哈迪到机场 请zeni下订阅 不客气 啊 还起来 我